你好,我是福靶,职业室医生和临床营养师,分享有用有趣的营养和健康知识。 今天聊聊蜂蜜,如今养生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,毕竟谁也不想生病。 在众多选择中,蜂蜜毫无疑问,是最受青睐的养生食品之一。 蜂蜜不苦不心,不燥不热,不寒不凉,入口甘甜,补中益气。 想不成为大众化的养生食品都难,大部分人服用蜂蜜的方法是冲水喝,因为这是最方便的方法。 但是蜂蜜冲水喝是有讲究的,方法错了效果就要打折扣了。 一,晚上喝蜂蜜水,很多人晚上睡前喝上一杯蜂蜜水,总觉得这样可以缓解失眠,事实上结果可能适得其反。 因为蜂蜜含有大量的糖分,喝了口肠味会消化吸收这些糖分,神经反射下人就会比较兴奋,影响自己的睡眠。 另外,睡前吃下去的糖分没有地方消耗,会转变成脂肪。 所以,除了少数需要增肥的人之外,不仅一晚上睡前喝蜂蜜水,而早上喝蜂蜜水,早上喝蜂蜜水的人也不少。 但是有一个原则,那就是蜂蜜水不能作为第一杯水。 早上起床后一般人体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,这时最需要的是喝一杯温开水补充身体水分。 第一杯喝蜂蜜水会加重身体缺水,而且也不适合空腹喝蜂蜜水,那样会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功能。 减低食欲,建议先吃早饭,接着再喝一小杯蜂蜜水,这样才会有益于蜂蜜中营养物质的吸收辣,能补充营养,将自己的上午能充满活力。 三,水温很重要蜂蜜主要成分是糖分,早温开水充蜂蜜水,使得口感偏酸,如果用温开水,则口感甜爽。 更重要的是,蜂蜜的养生作用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。 这些物质在高温下活性下降,效果就打折扣了。 所以最好的方法,使用40到50度的温水充蜂蜜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